川普的民粹强人形象震惊了244年 宪政民主传统的美国 也震惊了全世界 他走了 但是美国的问题解决了吗 这么简单吗 这一次周八人上台的时候 除了控制疫情之外 他签署了好几个行政命令 其中一个叫学代 小到这个问题 他都必须要三天之内立刻解决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朱云鹏教授 问题解决了吗 其实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个最近CBS有一个民调 问美国人说 你认为什么是构成 对美国未来生活方式 最大的威胁 结果第一名是其他美国人 就是这是问美国人的民调 占54% 经济只有20% 自然灾害病毒是17% 外国威胁只有8% 更重要的是 问支持共和党的人 请向共和党或本身 登记为共和党党员的人 认为说 你认为就任后的这个 拜登 是不是美国合法的总统 意思就是他有没有合法性 有51的人认为没有 这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未来的这个美国 他真的必须要用非常大的力气 要解决 我认为要解决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他的经济的问题 贫穷的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对于这次选举的合法性 我认为他非得解决这个问题不可 否则老师有几千万的人相信 拜登是假的总统 是不合格的总统 是非法的总统 那他请问他政策怎么继续下去 我告诉你一个事情让你绝望 福斯新闻Fox News 在选举刚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像我们很早就宣布说 川普落选了 只有拜登当选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过260了 选举人团票 然后最后到一定程度 他也宣布了 结果现在许多人说 据看Fox News 最终福斯做了什么事情 他把当时主管 一个要求他退休 一个必须离职 你就要知道美国绝望到什么地步 福斯新闻还有美国的 一定的言论的自由 跟一定的言论的尊严可言 台湾这个部分是可能还没有的 但是连福斯新闻都被迫处理他的主管 所以你刚刚讲说 美国有这么多人不相信 然后连福斯新闻告诉他们 他不是说那我信了福斯新闻 而是请你给我滚蛋 所以美国的危机 就办法祝福他 根本不 我们开始了解 不嗯 不要 那我还可以 快点 现时 我 坑